兰州战的比赛 本次比赛由陈明桌球会馆主办 秦荒岛乔市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 冠军奖金30万 总奖金近125万元 2022-2023赛季 乔市中市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 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 超越斯诺克世锦赛 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 本站赛事 诚挚感谢Joy乔市中市台球球桌 宝营体育 镇红交边 农夫山泉 野豹台球杆 奥斯本资球杆 威亚斯 LP球杆 威力球杆 奥秘球杆 三国球杆 皮尔利球杆 里斯球杆 波瓷杆 海林桌球 AMPM98 TK格斗生活馆 护益登具 胜利者沙发 TP巧克粉 磨盾地毯 企鹅直播 虎牙直播 小麦皮头 英国市创6811台尼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蹭哥购商城 赛克斯巧克粉 施博台球干涸 优责智能球房系统 爱跑光影捉球 9万级球器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来到乔师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 甲级分战赛 甘肃兰州战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阶段 一至十六场比赛 本轮比赛采用双败淘汰制 限时140分钟 25局13胜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 一号台裁判员杨俊奇 运动员齐宇帆 高杨凯 二号台裁判员杜桓玉 运动员荣毅 刘淼 三号台裁判员张梦蝶 运动员马良 善洪雨 四号台裁判员温龙 运动员李克 李瑞奇 五号台裁判员玉林 运动员杨宇浩 刘海 六号台裁判员郭强 运动员方熊曼 斯小宇 七号台裁判员刘法衡 运动员金恩锐 乌哈干 八号台裁判员张月秋 运动员陈永永 张蓝天 九号台裁判员卢冰霞 运动员孙孟龙 刘俊颜 十号台裁判员傅依然 运动员张雪 王云 十一号台裁判员 十一号台裁判员王锦衣 运动员崔明军 戴勇 十二号台裁判员江杰秦 运动员梁石瑜 盐冠杰 十三号台裁判员 十三号台裁判员王雪儿 运动员孔维利 孙宏睿 十四号台裁判员魏洪哲 运动员邱华平 管震 十四号台裁判员 十四号台裁判员李亚帆 运动员楚丙杰 王信仲 十四号台裁判员龙飞 纪录裁判员熊亚琴 何彦慧 运动员张坤鹏 英国选手迈克尔希尔 现在比赛开始 你好 张坤鹏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通我口令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迈克尔希尔获得开球选择权 好的 好 好的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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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时赛 甲级分战赛 甘肃兰州站的TV台现场直播 大家好 我是张庆勇 本场比赛是第三阶段的双败淘汰64进32的第一轮 限时140分钟 强势三局 由画面左边的张坤鹏对阵迈克希尔 比赛开始第一局迈克希尔开球 好 首先来看一下迈克希尔 中代12号扎进 选颜色 右边11 左边7 选球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继续 6 敌杆过来 2号球还有 这里面就是3号球的难点 后面有机会可以留一个中弹下来呢 把红3这边K一下 10秒 往前推了一点点 我们继续的中弹这边5号 白球 角度 4号向下 主要就是看K黄一的效果怎么样 还有包 厚了 而且能看到麦克尔希尔也从开始的前面两个阶段用的波斯杆 换成了一个前接类似于九球杆这种风目的前置的 14 传进 白球 这个位置可能还没挡住 左上方 再看看这个位置 主任 放轨 白球 左中吊带 自由球 10号 15 打进弹起 左边13 角度 再来中弹 角度有点偏大 这个球呢 可以稍微带一些左塞的高杆 吃底裤呢 往右上方叫 先滴过来 那就是先把14打进 加低杆 轻打弹起 先拿一分 第一局张坤彭胜 比分1比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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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第二局 张昆鹏开球 左中右上 两球近 中单现在呢 直接二号可以打 下方六一K 好 再来 继续 下方六号 看一下力量 中带黄一 这球呢 不能太轻啊 带一些中地杆 右上方直接交二 还可以薄 它力量上有点轻啊 这球 还可以薄 它力量上有点轻啊 还可以薄 它力量上有点轻啊 看缝隙 看缝隙 四 十一有没有挡 不好打了 这个球呢 要多少用一点点的右赛球扎杆的 这球 有 这球 黑八 感觉有点贴 谢谢 因为是K了一下 晃了一下就回来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犯规 犯规了 自由球 好 自由 双方直接12号 低杆下来 右中还有 两边中带 这里14左下如果不好打 可以调一个左边的右下 就是一推顶 那14是没问题的 正常的下低杆横到右边 9推下 上去11 好 继续11 中的还有 第二局 麦克 夏尔胜 比分1比1 Thank you 中的 2 7 2 2 3 4 4 5 第三局迈克尔·谢尔开球 两中乍进 二号 十二号 白球下方呢 却花色也比较好选 左边有个带口 上手十五 再换 这个位置有点麻烦 十号 看一下左上 这边有点麻烦 单色也不太好打这个位置 看白球 沉底 这个位置的左中来看一下9 大家先来看 2 2 3 1 3 1 2 2 中键 犯规了 这个位置 先看看上方的14 下边这颗15是没问题的 左下右中可以交位 上方14这个位置呢 左中感觉还是差不多的 直接15 统地杆一点 中带13 好13这个位置是薄的啊 可以去k也可以交位 顶一下解开 这样的话14后面会更好打 左上方可以把9轻轻打进弹起 然后上方的10跟14过度 这里面主要就是控制一下14 下来的角度就好了 避开下方的7 这白球位置呢有点贴谷鳖啊 这个球就不太好用干法了 没有打击 下方五 高杆下上 这个位置的六会有点直 看看左边 打四 继续的右塞高杆 上方再下来 再调一点 轻 中带友 看你的想法 要不要去轻轻借个薄鞭 正常的 再来 下地盖横抬 右边交六 好 再看花色 第三局 迈克尔希尔胜 比分二比一 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 懂球 懂力 更懂你 护一台球灯具 采用最新无览光护眼技术 拍照直播不时针 唱完又健康 针对绝金九球 中士八球 斯诺克等 具有特定灯具 护一灯具 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 第四局 张坤鹏开球 中带十四 中带十四 与贝劲 好 再来 单测继续 双方七 来看看这个角度 下方继续 五号 稍稍后点打近一点点 往左边走 小滴杆轻打 好 红三有 来 继续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黑八的带口交位 左下右中 再来 继续 黄衣打进 带一些低杆 稍微有点轻 这球 争取打的稍微厚一点 横向的低杆右边 稍微厚一点点 再来 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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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一会儿 没有问题 第四局张坤彭胜 比分2比2开球心态 谢谢 感谢观看 第五局迈克尔·希尔开球 左上有花色 下方有水衣 淹湿 稍稍地考虑一下 中带K了一杆 还可以啊 有效果 虽然说现在这个 12号的中带角度有点大 继续可以用左赛地杆 白球向上 太薄了 好 选球上手的话 就是一个长台的六 十秒 角度不算好 加力打了一杆 还有点效果 这球中带荒衣 好 看这根白球 可以尝试的调一个25下方的底带 这样的话打掉一颗 把另外一颗也解出来 角度 可以 推顶下 再来 继续可以推K 带开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进攻 红三是不合适了 双方的四 再准一杆 左边拿地杆去顶一下黑八 叫一个七号的右下角 好的 角度 稍稍有点偏执 也能蹬到左边 好 再来 正常的中竿 一定要给些力量 弹底裤向上 准 第五局 张坤彭胜 比分三比二 谢谢 谢谢 第六局 张坤鹏开球 开球试剂 Illegal Break 开球试剂 继续击倒 一打一K 这局面是解开了 这样的话 中带7 6那两边都可以正常的进攻 双方二号 下来之后呢 这个35右边底带正常就位 关键看白球 中带有 继续啊 六号 右中 下方356合适的角度 再来 再来 中带还有 第六局 迈克尔谢尔胜 比分3比3 谢谢 谢谢 高米特制干头 独特的球杆追度设计 比九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丝力 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十八球世界冠军 博士杆更适合中十台球 第七局 迈克尔谢尔开球 insp է 犯規 犯規了 开球白球吊备 先后自由 先后自由球 上來打一K 左上還有15 打稍稍的薄一點點輕的 有點厚 再來看9 勾到10還可以啊 雖然角度大 因為上方還有一個12 所以這個安球呢 可以直接 桿法低一點 直接上去 我們這個位置上方還是有點遠 下面那10再調一根 還是不行 高竿 沒膠到 用13低竿 再調一竿 直接13向上 低竿 再來 正常推下去好了 自然的高竿向下 第七局 張綑彭勝 第3分4比3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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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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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呢要看一下右双方的六 这个五角都是不好的 贴左门中弹呢往上太多 这个12号勾到了左边 13到了上方 这两个球都不好打 7 这番麻烦了 两个人 上方 两两相贴的这个7跟13 先来看花色12 翻了一下右上方 也就是放下白球 把五再翻上来 这盘球呢 双方也不会轻易的去攻 单色还好一点 有右边双方抵戴的机会呢 可以打6打5 找机会把这个7开出来 但是花色没有特别好机会是不会动的 一打一戒 这个位置白球的7有点近 不太好去帮进12号 只能尽量的去侧向的停白球啊 13 高杆推下来 下方看看两颗的底带 10 11 15 继续 这个位置用中高杆边口弹起 下方右边刚好有9 3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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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中的还有 角度大 这位置可以带一些低杆的左赛 从上方走顶库跟边库 可以直打 缩回来 再来试色 小低杆 缩回来一点点 第八局张坤彭胜比分5比3 谢谢 第九局迈克尔·希尔开球 开球试剂 Illegal break 稍等 选择继续进攻 继续进攻 携带一步 2号 白球左边过来 中带借力 接近 中的还有 下方看看黄仪 继续 上方还有4 下方主要就是黄仪 对量一下这个位置 有机会打进的话 刚好拿黑8这边呢 也可以去顶一下 7 可以 可以 一打一K 这个黑帕并没有给13挤走 打下汪凤隙要吃酷 先碰球 对 撑去贴杆 解球 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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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勾 严实 黑帕右下角 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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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深 接到 隋实 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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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积 没有问题 花色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交位的 11 再滴杆下来 左边花色下方的12号 再稍稍带一些滴杆边裤弹器 继续的中低杆 角度 看看角度 发力的中低杆 再推下 自然交位 第九局 迈克尔·希尔胜 比分4比5 官方暂停10分钟 10分钟未到 判复一局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开启 进属冲模式 开启 暴力冲模式 皮尔利为忠视台球而生 注重打赶 选奥斯本资 小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一见 只为把最好的给你 夜报球杆 买台泥 就上蹭个购 进口国产随你挑 不仅品种权 而且更省钱 你想买的台泥 蹭个购都有 球房要省钱 就上蹭个购 妈妈 威力 释放你的威力 赞定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局 张坤鹏开球 左中 黄一键 上方有六 看上去他的单子啊 那他 并挂得那些 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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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方有一个 一红球 下方便мер身 这个位置来看看单侧 左下方7是没有问题的 蓝点就在红3 10秒 岩石 底竿上来 走的有点过 这球呢想挑这个5 但是走的有点过 左上6 发力的中在这边K了一杆 效果还是不好 因为黑8是不需要打右边的底带 如果你用红3的这边把10包进 白球很容易在下半台漏机会 看白球 白球 底带有左下方 13 准进 没问题 12号球可以先的 给这个11让一个中带 这根球非常准 再来 左边15 右边11 下来黑8 左下角 第十一局 张坤彭胜 比分6比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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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十一局 迈克尔·契尔开球 白球上方 刀带犯规 先后自由 先后自由球 12号 这杆出杆之后的摆球位置不好 右边10也是没有交到 看左边 14 看中在这里 打进 再来10号 这盘左边带口还有一颗花色 这个也是有点麻烦 对 十一 这个角度不是很大 墙形的登过来 发力的滴杆 再滴杆 第十一局 张棍鹏胜 比分7比4 好 去给他拿一条胸标 谢谢观看 第十二局 张棍鹏开球 这边的中带没有扎进 好 先看选球 花色的话要看看十一这个位置 右中 欢迎有没有挡 挡住的话 十一下方的抵带 石教道 石教道 好 看这个位置 白球 这个位置的十一右上还是角度稍微的有点大 好 看这个位置有点大臣 好 看这个位置 好 看这个位置 好 看这个位置 10秒 延时 中带打进 下方是24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要看看上方十一的交位 好 交到右上 而且这个角度有点偏向右边 点进 再来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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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们快吝点赞 晓圈 左中乍进一颗 这个位置看一下选球 中弹有二 看 好 好 好 再来看这个白球位置 右中还有 稍微的有点直 要看白球 薄了 11 差的稍稍有点多 这个位置 好看一下黄仪的左中 没有的话上方要平球 四六选一颗 穿了一颗 再来右中 下方轻推 右边还有两颗 继续 14 中低杆弹起 11 然后左边黑八 第三局张坤彭胜 比分8比5 谢谢 谢谢 第十四局 张坤鹏开球 中带十号进 这个位置先看一下花色的选球 左边 这个位置呢 接了一下力调整个角度 那么来看左边十二号 角度向左呢中根打进 十一右下 但这个十一的角度是比较关键的 还有两颗球 右下方 有一点点角度 中低竿 好 看这位置 十四 顺推上方 有机会可以轻轻带一下 要下低竿 那是叫位 正常叫 角度有点大 偏准度 偏准度 没问题 第十四局 张坤鹏胜 比分9比5 开球星台 谢谢 谢谢大家 第十五局 迈克尔西尔开球 没有抓紧 选球 花色 12号 稍带一点点的左赛 13 这个位置可以稍稍借一个小力 再来 12 11 白球先下来 下方10号 这个二球呢 白球位置有点靠左边 看准度 顶到黑八 这个球呢 不好 看中弹 14 继续看上方的11 白球 中弹 中弹 对 第十五局 张冯鹏一胜 一分 十比五 谢谢 正清和雅 禪茶一味 太極之道 常盛智慧 我是張昆棠 我選擇皮爾利 太極 皮爾利 為忠視台球而生 第十六局 張昆棠開球 好 張昆棠 选球 上手这个位置花色两颗 单色右边中带有红三 整体看的话花色还是比较好 左中勇 右下十四 十三上去 这个位置的十四角度有点大 主要就是解决黑巴的交位问题 目前这些花色的位置 正常交位是没问题的 延时 花色打掉 左边两颗 黑巴后面可以交左下 十秒 比赛时间已过半 十秒 比赛时间已过半 十三 这一点 缩的有点小 钢法稍低一点 顶到黑八 替换了一个右边中带的位置 这个耳球还是可以的 上网来看一下 十教十一 这个白球的厚思诺 厚了一点点 来看一下张坤鹏 一个难点五号问题 打进 红三 来看高竿鹏右边 K球 可以到薄边 这个效果不好 蹭了一下四 再看看右下方的二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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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友 低竿 继续有七 看看后面五的想法 打上方底带还是翻中 一杆准度 晃了两晃 再来推 可以走两裤 第十六句 张坤彭胜 笔增十一比五 谢谢 张坤彭胜 第十七句 迈克尔谢尔开球 没扎进 右边中带 花色 左上方两颗 下来之后 刷着中带 好 稍微带一点点低竿右赛 锦练 角度 还可以打 再来左中右下黑巴 第十七局张昆彭胜比分十二比五 谢谢 第十八局张昆彭开球 上方过线两颗 开球试迹 张昆彭开球试迹两次 再有一次判复一局 Illegal Break Keep going Hold on 差一点拿冲杆上来 结果一看前肢 这个伞不对 再来 花色 十一 看右边十五 角度大呢 小低杆 轻轻顶一下黑巴 拿十四去K13 对 十四K13 十二 十都有 这里边还是十三号难点 这个位置的十三还不太好去翻带 上方可以去交位 找一颗 看这位置 这个中带要看一眼 还可以打 看白球 白球 非常选 继续 这边只要看下方的红三 其他的位置正常交位 薄劲向上交位 K到黑8小心右上 这个位置 直接打三 准进 再来7 中带4向上 上方的黄衣可以用6K 也可以翻左边的中带 看这位置 右上高竿 K黄衣 直接来 黄衣 白球 向下角度 这里边5号的右上是有的 正常的 看这个角度 发力 中高竿 没有较好 还是 从脚 中 Tails 再多 脚 然后 ops 强行的薄一杆 白球 没有问题 打进黑八 赢下比赛 本场比赛结束 张坤鹏胜比分13比5 恭喜 谢谢 好 首先我们恭喜张坤鹏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是第三阶段的 双败淘汰的第一轮 明显麦克希尔的 这边发挥不好 开球的进球率也不高 再次恭喜 今天我们的直播暂时到这里 明天上午的10点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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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